各位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这两天关于央行调低贷款率这个事 讨论的朋友们很多 尤其是很多已经在过去两年买房的朋友们 大家感觉到多多说说有点失落 为什么 以往假设银行调低利息 它这都是调这个LPR率率 咱们现在贷款基本都是签的LPR浮动率率 央行调息之后呢 甭管是下个月还是明年 我们这个利息也可以跟着降 所以一降大家都降 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降息之后月供减少的欢快 但是这一次央行搞了一个精准调降 LPR率率我不动 我要调的是商业银行可以在LPR率的基础上 调低20个基点 调到4.4% 什么意思 你今天去买房 你有可能享受到4.4的低息 但是由于LPR率率没有调整 所以假设你去年这个时候买房 你当时签的是LPR率率上付100个基点 5.6% 那对不起 你现在还得是5.6% 以后也是5.6% 除非LPR率率调整 否则你一直都得承担这个高息 所以有的人就抱怨 我去年买房和今年买房就差一年 但是我这个利息差1% 每个月差不少钱 没办法 人家商业银行也是企业 人家商业银行也要挣钱 商业银行在去年给你利息高 在今年给你利息低 也是因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既然大家当时都是白纸黑字签的合同 那没办法 我们就享受不到这个低利息 但是有没有办法调整呢 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现在重新享受这个低利息呢 我跟大家讲不是没有办法 但是基本都不是太靠谱 您要操作之前一定得想清楚 比如说有的人就说 那不就是买新房就能享受低利息吗 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只要你现在去买房 现在跟银行签合同 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低利息 对不对 是的 没有错 所以有人就出个主意 那要不这样 我把我这个房子卖给我的亲戚怎么样 或者我就卖给我的家里人 无非就是换个名嘛 那么我的家里人等于重新贷一次款 他现在贷款应当可以享受到4.4的低利息吧 理论上讲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但实际上真正操作起来会很麻烦 一方面 你如果想这样操作 一定是因为你现在有银行贷款 否则你现在去直接买房就算了嘛 那么你在有银行贷款的前提下 你不愿意负担去年前年的高利息 想给它转成今年的低利息 你只有一个方案 就是先找一笔钱 把你房子贷款通通还掉 然后再做一个买卖协议 把房子卖给你家里的人 他去重新申请贷款 他就可以享受现在的低利息了 但是这样操作中间有很多麻烦 首先第一 有没有这笔钱呢 如果当时有这笔钱 你恐怕就不需要贷款了 所以你可能说 我要找一些过桥资金 过桥资金是有代价的 你的整个操作过程 短则两三周 长则一两个月 这段时间你要给人付利息 你得考虑一下 这个利息拿出来合不合适 第二 买卖是要交税的 很多城市弃税从1%到4%不等的 根据你房子情况不同 那么你这个弃税也是要重新缴纳一笔的 当然 还有第三 就是你能不能找到那么合适的人呢 咱们以往因为房产出现各种纠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房子是我们老百姓家中最值钱的物品了 所以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帮你代持还帮你贷款来帮你完成 所以这种再次买卖来享受低利息的情况不是没有 但是这个账你得算清楚 别得不偿失 当然还有一种方案 就是现在很多中介在朋友圈中推销的 他们说你可以房贷转经营贷 圈个有用 房贷转经营贷 人家说你别看现在咱这个安基贷款降到4.4了挺低 但是你知道吗 经营贷更低 有的地方经营贷给个3.6% 3.7%而已 这已经比你这个4.4%还要低了 所以人家诱惑你说 你不是享受不到4.4%吗 我给你找个法子 我让你享受到这3.6%的经营贷怎么样 当然了 模式跟刚才那种差不多 也是得中介先找一笔资金 帮你把现在的房贷通通还掉 取得红盆产权之后 再给你做一个经营性的贷款 再从银行贷出一笔钱来 把这个过桥资金还掉 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到3.6%的经营贷的低率了 而且中介还会跟你讲 这么操作比你把房子卖给亲戚朋友强 为什么 这么操作房子还是你的 户部还是你的 你不需要做买卖交易 弃税你省了 很多道德风险也没有了 而且这么操作 你享受的是3.6%的经营贷低率 比那个4.4的按揭还要低啊 如果你原来贷款是5.8 现在3.6 一年就省2.2个百分点 你这个钱完全可以覆盖你的这个过桥资金成本 而且还能省很多钱 听起来确实这个吸引率真是很大 但是我跟大家讲 这也绝对是个大坑 从根上讲 这就是个不合法的行为 刚才我们说啊 你把自己的房子卖给自己的亲戚家人 这有一点不太合规 但实际上它是合理合法的 因为亲人之间也可以买卖房屋嘛 人家买了房子让你住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疑问的 可是经营贷不可以买房 这可是国家明令规定的 过去这两年很多地方政府就严查各路买房资金 我们就是担心有人动这个歪脑筋 为什么国家提供给经营贷的利率是这么低的 就是为了我们要扶持中小企业 我们要扶持实体经济啊 这些年来咱们都知道实体经济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才要给他们低益率的贷款 使他们能够获得充沛资金 迅速走出困境 然而真的有很多人就动这样的歪心思 把这个经营贷转到房地产市场中 而且说实话从个人角度考量 您不要觉得经营贷是没有风险的 首先第一 经营贷都是短贷 它不是长贷 按揭你可以按揭30年 经营贷有的时候给你签三年合同 有的时候给你签五年合同 但实际上人家有一个硬性要求 一年归本 什么意思 你借了我这个钱 可不是像房贷那样分30年 367月月还就得了 你借款的每一年的年末 你得把这些钱通通还回来 你有这个钱吗 当然没有 有这个钱谁还贷款 所以中介会跟你讲 没关系 我可以找中介公司 帮你做过桥贷款 你只要每年再支付一笔过桥费用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笔钱了 更关键的是 经营贷未必每年都能去 以往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过桥资金还进去了 银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包括什么银根缩紧 政策调整 人家跟你说 我不给你放贷了 好的银行 可能加大审批时间 可能原来一周可以放贷 现在得一个月放贷 那你就得多交一个月利息 人家过桥贷款可是按天计息的 不好的银行 干脆说对不起 你这个资质已经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所以我们就不能给你放贷了 你借了人家的资金 把钱还进去了 按天计息的高利贷 而且你没有资金能借出了还给人家 你想想你将遭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困境 对于中介而言 人家是用中介费的 乘一笔贷款 人家就挣一笔钱 他能帮你考虑到你这个未来资金的安全使用问题吗 所以说相转经营贷这个念头 我倒是劝大家趁早灭掉吧 通过这次央行降息 也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银行也一定会根据情况的调整 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日期 未来在买房的时候 当年的贷款日益 应当也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考核条件 对于是空的楽器 我们的苦力 好 对于是哀悲 你也是 你还是会整理一下 我的苦力 我可以切得到一些 我可以切得到一些 我的苦力 我可以切得到你要 毫不就 你ίναι 我还要 我好好 我可以切得到 我可以切得到你 我可以切得到你